自从马哈国王继位之后 泰国王是一度推上了风口浪尖 先是大纲旗鼓 射风一后一飞 好友公然废除斯里纳贵妃 关乎江山设计的历史问题 也一直宣而未决 本期想要为大家介绍的主人公 是泰国的苏提达王后 最近苏提达被爆出 手握五岁的皇子 原来王后之位早就内定 为我们上演了真实版的《真欢传》 《真欢传》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后宫中的女人就如同玉花园般的花儿一样 永远都有年轻貌美的新人 虽然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拥有王室 但宫斗如此愈演愈烈的只有泰国 泰国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我国的附属国 因此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礼仪上 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如今的泰国王室依旧保留了很多传统观念 玛哈国王登基后 先后撤封了苏提达王后和斯里纳贵妃两人 纵使玛哈国王际下有七个子女 但真正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只有提班公小王子一人 提班公现年十四岁 幼年时期被查出患有学习障碍症 因此实际上并不是王位的理想继承人 谁能够当下皇子就尤为重要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苏提达被内定成为王后 2014年西兰米家族全部被连根拔起 本人的太子妃之位也没有保留下来 然而在玛哈国王的这一系列动作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安德鲁迈克格雷格马歇尔是苏克兰著名的新闻记者 他是路透社资深记者 专门报道泰国王室内部 早在2014年4月13日 安德鲁就曾经报道过 苏提达和玛哈国王遇有一子 当时已经五个月大 名字叫做牛 在安德鲁的个人账号中 还爆出了苏提达儿子的正面罩 这件事情的曝光 让西兰米被废的时间 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但能够肯定的一点 苏提达之所以如今被立为泰国王后 根本就是早已内定的选择 名义上泰国的王储是提班公小王子 但他因为学习障碍症问题 今后必然不是王位最合适的人选 苏提达如今手握五岁的儿子 今后的富贵将不可限量 虽然玛哈国王老来得子 但当时他和苏提达并没有结婚 非婚生的子氏并没有继承权 为了能够给孩子一个名分 玛哈国才撤离苏提达为王后 说到这里大家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更加年轻貌美的斯里纳贵妃 而且在刚刚上位三个月的时候 就遭到了贬唇 如今看来苏提达的城府深不可测 成为泰国王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今苏提达已经41岁 不光人到中年 而且娘家并没有实力 收获五岁的子氏 怪不得玛哈国王即使红颜知己无数 苏提达中宫的位置依然屹立不倒 当年西拉米重叛清离 本来寄希望于玛哈国王 然而没想到遭到了算计 西拉米作风高调出身又不好 这样的女子注定不能成为泰国的王后 为了扶持苏提达上位 玛哈国王顺水推舟将西拉米绊倒 就在西拉米被废立功的那年 苏提达诞下了一位男婴 如今已经足足有五岁 如此看来泰国后宫上演了现实版的《真幻传》 苏提达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泰国后宫的儿与我战勾心斗角 比起我们宫斗剧一点都不逊色 本来以为斯琳娜贵妃是甄嬛 能够斗倒苏提达王后 没想到却是一个被赏一战红的夏东春 我等凡夫苏子可能活不过片头曲 毕竟后宫之争是一场没有校园的战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